董明珠 你面对苦难的态度决定你人生的高度 最近董明珠又上热搜了 这一次已经68岁的她 在股东大会竞选中全票通过 再次当选为格力集团董事长 这将意味着未来三年 依然是董明珠掌舵格力的三年 是实至名归 是人心所向 一是在看客们的意料之中 只要谈及董明珠 人们总是离不开铁娘子 铿枪玫瑰 太狠了 甚至有竞争对手评价她的 董明珠走过的地方连草都不长 然而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 董明珠面对他人定义 却自认为 我不是强大 我是坚定相信自己做的事 是啊 董明珠是在36岁时 选择人生重头再来 青春已尽为生不说 更有幼子需要照顾 彼时 旁人眼里的她 人生早就已成定局 董明珠却在无靠山 无技术的情况下 在人生地不熟的他乡 从一名底层销售人员 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正是那份强韧信念 带着她跨越了无数的生活坎坷 与人生风雨 此时的董明珠 活出了自己的理想人生 堪称普通人底层逆袭的范本 一 不抱怨无常 董明珠的前半生 与大多数人并无不同 可贵的是 后来在面对生活刁难时 她总有一颗不抱怨的心 1954年8月 董明珠出生于江苏南京的 一个普通家庭 排行老小 由于家中子女较多 原本贫困的家庭更为拮据 常常吃不饱穿不暖 但年幼的董明珠很懂事 从不因生活艰难与父母埋怨 反而在学习上特别刻苦 无需父母操心 时间一晃而过 董明珠凭着自身努力考上了大学 毕业后她分配到了稳定的工作 遇到了细心体贴的爱人 并淡下活泼可爱的儿子东东 这样的幸福羡杀旁人 也让董明珠心里十分满足 那时的她眼看着日子逐渐豪转 对未来总怀揣着许多美好憧憬 可惜命运无常 在董明珠30岁这一年 她的丈夫忽然重病离世 从前对自己合伙有加的爱人 转眼间便以天人用格 初为人母的董明珠 心里极其不愿接受事实 也难以从丧父的悲痛里走出来 可当她看着年幼的儿子 年迈的父母时 深知自己根本没有沉溺悲伤的事件 生活的重担 已如同一座大山压在她一人身上 她只好逼迫自己将痛苦深藏于心 兢兢一夜上班 生怕失去这唯一的经济来源 靠着微薄薪资勉强度日的岁月 一直到董明珠36岁那年 这六年时光里 董明珠和许多单亲妈妈一样 竭尽全力给家人力所能及的最好生活 然而她却发现 随着儿子年岁渐长 工资开始入不敷出 生活越发艰难 她意识到如果继续这般下去 她将失去自己想要的人生 也无法给孩子一个好的未来 思虑再三 董明珠依然辞去稳定工作 将儿子交给父母照顾 自己则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 想要孤身一人南下打工 当时在她这个年纪做这样的决定 身边亲朋好友是不太认同的 但董明珠认为 唯有重头再来 人生才有翻盘的可能 只要自己够努力 就可以拼得一个更好的未来 面对他人的不理解 命运的反复刁难时 董明珠从始至终不曾有丝毫抱怨 总是以自己的方式积极面对 一位心理学家说 你当下的思想正在创造你的未来 你最常想的或最常把焦点放在上头的 将会出现在你的生命中 成为你的人生 当你面对人生无常时 没有彻头彻尾的悲观 或喋喋不休的抱怨 便能静下心来 在满是荆棘的道路上 找出新的出路 不久 董明珠辗转到了珠海 进入海力空调场 也就是现在的格力 成为一名销售员 走上了人生的新征程 她与格力集团的缘分 也就此拉开序幕 二 不轻言放弃 入职海力空调场后 董明珠如同抓住救命稻草一般 她对电气领域一无所知 在跟着厂里师傅学习时 随时记录知识要点 平时做事积极主动 拼尽全力想要在厂里站稳脚跟 董明珠心里明白 自己辞去稳定工作那一刻 人生已经没有回头路 前路必然会有很多挫折 她只能奋力向前 果不其然 董明珠刚去外地学习跑业务时 她就出现了身体不适 当时董明珠乘坐的是火车 有近二十多个小时车程 车厢内乘客拥挤 空气闷热不透气 还夹杂着脚臭与汗味 等到下车时 董明珠就已经头晕目眩 虚汗直趟 同时有些惊艳 认为她可能是中暑 便想带她到有空调的旅馆休息 以缓解她进虚脱的状态 可刚踏入旅馆的门 董明珠就全身无力跌在地上 同时喊了她名字许久 她才迷迷糊糊睁开眼 被搀扶着进入房间 第二天 董明珠精神恢复 却发现后腰被摔之处刺痛 走路都疼得一瘸一拐了 同时见她这样难受 建议她先休息几天 董明珠却认为天气热 正是好做业绩的时候 自己刚出差 怎能因这点小事就打退堂鼓呢 于是她果断婉拒好意 继续跟着同事寻找经销商 直到腰部疼痛难忍 董明珠到医院拍片 才发现是鼓劣 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过来 董明珠却认为这段经历很值 让她积累了与客户沟通的经验 真正踏入了电器销售领域的门槛 电影《翻滚吧》信中有句台词 如果你一生只有一次翻身的机会 就要用尽全力 董明珠便是如此 她遇到困难时 总是勇往直前 不曾有过放弃的念头 后来董明珠遇到 职业生涯上的大难题 前业务员留下的四十多万债务 原本董明珠不管这件事情 常理也不会把责任归咎于她 但在董明珠眼里 接替该职位便有相应的责任 同时也是证明 自身能力的大好机会 于是董明珠将此事 作为头等大事 她天天堵在寨主家门口 一看到寨主出门 就开始跟随 对方走到哪里 她就跟到哪里 整整四十多天后 债主不堪其扰 便刻意为难 叫她将货搬回去 董明珠见债主松口 立马交车 独自将那些笨重的空调 拖上车辣回厂 事情才算得以解决 如此的行尸风格 应了她说的那句 我董明珠不是一个 轻言放弃的人 我的心格里 有非常倔强的一面 一旦认准了一件事情 不成功就绝不会把休 正是这份死磕到底的心态 使董明珠在工作中崭露头角 成功赢得了常理领导的认可 1994年 她便被提升为公司经营部部长 三 不无事底线 董明珠升职后 无论是对待自己或是他人 都比从前更为严谨 她规定上班期间 所有人不准吃东西 不准窃窃私语 倘若无事可做 他们可在公卫上看书 于是便有不少同事私下说 董姐从前挺好说话 怎么当了部长以后 就如此厉害了 言语间接暗指 董明珠升职之后 摆起了关架子 这些说法传到董明珠耳朵里时 她并不放在心上 她知道自己不是变了 而是在制定应有的原则 让大家拥有集体观念 然而还是有人认为 她只是说说而已 依然无事规定 有一次下班领想之前几分钟 董明珠发现几个内勤人员 在吃东西 她二话不说 罚了员工50领头100 可当时后勤月薪才800 领头员工家境困难 罚金于她而言可谓是天文数字 想到该员工生活处境 董明珠于心不忍 可是她觉得如果不罚 只会让员工行为更加肆意 最后她在下班后 以员工家庭贫苦为名 偷偷自掏100元 补助这位员工 既暖了人心 又受住了工作底线 有句话说得好 一个人的高度与身份无关 与她坚守的底线有关 无论彼此关系如何 董明珠都不曾无视 公司既定的规则 一个空调销售旺季 董明珠接到哥哥电话 与电器行业毫不相关的她 竟突然提出要到珠海拿货 董明珠倍感疑惑 追问之下 才知道有人想通过 她哥哥的途径拿货 对方声称拿100万货 就会给予她哥哥 两三万块钱的提成 了解情况之后 董明珠果断拒绝 并嘱咐哥哥不必来了 哥哥却认为 财路被董明珠生生断了 气得扬言与她断绝关系 并将她名字移出足谱 即便哥哥如此威胁 董明珠依旧没有松口 她深知 只要在哥哥这里 给一些经销商特权 以后会有更多人 通过哥哥来拿货 一旦所有合作商 都想着与格力电器 勾兑关系 就不会再有商家 用心做市场了 那位想通过 董明珠哥哥拿货的人 后来写了保证书 承诺直走正规渠道 才达成了7000多万的合作 诗人约翰·多安说 一个人一定会受 身边人的影响 也一定会影响身边的人 董明珠带人处事 态度毫不含糊 在潜移默化中 改变着他人的行为 那些想与董明珠合作的人 不再有走捷径的念头 格力电器口碑 在业内也越好发展起来了 随着公司发展 董明珠意在飞速成长 在2007年 她被任命为格力集团总裁 这次上热搜 是董明珠作为格力集团 董事长的第四个三年任期 她在接受采访时说 董明珠三个字 不是一个董事长的标签 是一种敢于吃苦 敢于挑战自己的精神 事实上 董明珠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她凭着想要做好一件事情的 执着与信心 在跌落谷底时 独自完成了华丽转身 活成了自己人生的大女主 我们在感慨她今日成绩时 也要看到她曾为此付出的 不懈努力 作家哈金曾说 其实人和人到最后的区别 就是这一个一个的坎 你能不能熬过去 过去了 你就不一样了 人生路漫长 我们无法预知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但我们可以努力做到 在遭遇厄运时 不抱怨 经历坎坷时 不放弃 面对考验时 有底线 愿人生所有的艰辛时刻 你我都能如董明珠一样 始终稳住自己 挺过生活里 所有的难 好了 今天的文章 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让我们在下个夜晚 再会了 吃饭 吃饭 在这里 有点 吃饭 我都能扶得 别人 吃饭 如果您知道 吃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